我決定在這裡告訴大家實 實 實 實話 我跟孟元確實有 相情侶間的行為 對不起 當全明星運動會一不小心 早進成全明星多人運動會 對魁禍首何孟元&才子 被收看爆料劈腿後 原本雙方都採取打死不認的態度 才子甚至PO出媽媽和南方的錄音檔 引示自己的清白 你們沒有在一起 你就是聲明你們沒有在一起 因為這個東西關係到才子他的未來 阿姨相信你們都是好孩子 你們也不會去傷害任何人 但是我們要把事實講出來好不好 報告阿姨您要的事實 15日晚上10點已經抵達現場囉 大家好 我是才子 我現在要錄一個影片 去解釋所有最真實的事情 對於我所有不當的延遲跟行為 造成別人的傷害 造成豆豆的傷害 我很抱歉 對不起 我跟何孟元 確實是有曖昧像情侶間的行為 但這些是在我得知 豆豆跟孟元分手後發生的事情 那對於真實 豆豆跟孟元的情況我不清楚 在這些事情發生後 我確實也有遇到過豆豆 他又在我面前詢問很多全明星的事情 然後去提到他跟孟元的很多情況 包括他們可能還住在一起之類的 那當時我的情況是 我不覺得我有資格告訴他和孟元跟大家說 他們已經分手 我也沒有資格去詢問他 所以我就裝作我也不知道 但是當時就我的認知是 孟元是跟我說他們已經分開了 那對於我跟孟元發生的事情 我真的很對不起 造成全明星運動會的困擾 真敢抱歉 我會自己退出全明星運動會 對不起 藍隊 我願意接受 公司對我的一切懲處 很謝謝你們 一直支持想保密 然後 很對不起我媽媽 一直想要保護我 我決定在這裡告訴大家實話 我跟孟元確實有 像情侶間的行為 很對不起 很對不起所有我傷害到的人 傷害過的人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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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我所有的行為感到非常的抱歉 我錯了 於是被點當名的全明星製作單位也回應 電視台跟製作單位沒有接到經濟公司的回應 但選手評估自身狀態片面決定退賽 製作單位予以尊重 而財子所屬的元英兄弟也在16日半夜發聲明 本公司旗下藝人財子在本次新聞事件發生後 並未與公司說明全部事實 導致公司錯誤判斷處理方式 因而蒙受形象與名譽受損 因違反本公司宗旨以及合約約定身為公眾人物 需維護良好形象 被公司對社會均需善盡責任做好榜樣 本公司深感遺憾經內部討論後 元英兄弟秉持公司宗旨 與原則必須與謝采文小姐宗旨合約關係 元英兄弟的官網也將財子的照片刪除 切割速度可謂快很準 真的該死 一個巴掌拍不響 另一個當事人何夢遠也跟著財子的腳步 宣布退出全明星運動會 葉坦彦當初自己是單方面和痘痘提出分手 選擇逃避沒有說清楚 更表示和財子相處師並未說出實情 拼一擊之力搞砸所有關係的她 最後標示將會好好反省寄取教訓 娛樂東新聞數了前途贏了愛情又如何 報導